美国五角大厦的一份内部报告 其中引用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 提到几乎所有案例都表明 中共而非美国 是国防部和其他美国政府研究投资的最终受益者 其中一些投资规模巨大 参议员鄂恩斯特表示 必须揭露和解决这一问题 具体操作是 美国公司从五角大厦获得资金用于技术开发 这些公司随后被中国招募 继续为与中共军队有关的机构工作 而恩斯特参议员在给《大纪元时报》的声明中 引用了报告里的一个例子 一家现已解散的美国公司的一名研究员和联合创始人 获得了四项资助 用于开发航天器和无人机技术 据称他们被中共政府招募 现在正为隶属共产党政权国防部门的相关机构工作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联合报道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联合报道